主料,青菜250克,虾仁200克,辅料,植物油,葱,姜两片,蒜一半,长鲜椒一个,花椒五粒,大料两半,盐,青菜清洗干净切切薄片,速冻虾仁挑去沙蟹,清洗干净,准备好葱姜蒜片,辣椒花椒大料,热锅凉油,放入花椒,辣椒,大料煸香, 接着放入葱姜蒜煸香,放入芹菜煸炒,芹菜炒得搭成熟,放入虾仁一块煸炒,带虾仁成熟,加入盐巴炒均匀,出锅即可,烹饪技巧,虾仁不能炒时间太久,否则虾仁老了影响口感,如果掌握不好火后,可以把虾仁用淡青,淀粉,盐期间腌制一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